你在准备简报时 有没有遇过手边素材都是一堆文字或是数字 不知道该如何图像化 所以只好把这些文字复制贴上 塞一键投影片 最后上台报告时 台下的观众都听了昏昏欲睡的经验呢 其实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少朋友 在准备简报时常常遇到的问题 明明知道尽量图像化制作简报会比较好 但是面对满是文字的素材时 却经常无可奈何 如果这也是你遇到问题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用一个案例 来告诉你如何将只有文字的简报图像化 那么在开始之前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并且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啦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 这张投影片是某某行动美术馆的介绍投影片 原始简报者想要透过这张投影片 让观众了解该美术馆在地化深耕台湾 以及对于台湾美术发展史的深刻贡献 然而对于这张投影片啊 原始简报者觉得满满的都是字 非常不理想 在报告时虽然知道不应该逐字照念 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才算适当 同时基于某些原因 原始简报者没有办法取得 该行动美术馆的图片素材 因此也不知道如何将这张投影片加以图像化 面对像这样子难题 如果你是原始简报者的话 会如何解决呢 其实啊 把简报的重点通通都变成文字 最大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画面变得很无聊 而是在于这样子的做法 把投影片的画面内容 以及讲者的表达内容 两者变成了替代品 而对观众来说 当相同的资讯出现互相替代的媒介的时候 自然会挑选吸收门槛比较低的那一个 因此就很容易出现 讲者才在讲第一句的时候 观众已经看完了文字 而等讲者终于讲完时 观众早就恍神到别的地方去了的窘境 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 便是让投影片的画面 与讲者口语表达两者的内容 搭配成互补品 适合用画面呈现的内容 用画面呈现 而适合用口语表达内容 用口语表达 这样子便能够互相结成不断 相得一张 以让投影片的画面 与讲者口语表达的内容 两者搭配成互补品作为目标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哪些内容比较适合投影片画面呈现 哪些又比较适合 将者口语表达 以这张投影片来说 迈入第16年 超过120个艺术家 11座艺文中心 这几个数字 如果是用口语表达直接说过去的话 其实很难让观众留下印象 但如果是用投影片加以呈现的话 则较能够让观众留下数字很大 有很多丰崩伟业的感觉 因此适合用投影片呈现 反过来 让一般民众能就近欣赏到 大师级的艺术作品 提升社区民众心灵 为社会和谐进一份心理 这样子的内容 写在投影片上面 字特别多 严重影响观众阅读的意愿 但如果是能够透过讲者的口语表达 来搭配适度的肢体语言 以及语调 比方说 让一般民众能够就近观赏到 大师级的艺术作品 提升社区民众心灵 为社会和谐 尽一份心力 好 尽力了 希望你有感觉到 就是像这样子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 就可以让这段内容 更有力量 也更有温度 因此相对适合 让讲者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呈现 因此我们可以整理出 这张投影片上面 适合投影片画面呈现 以及适合讲者口语表达呈现 的内容分成两类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 能够和讲者口语表达互补的 投影片内容是哪些了 接着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 应用资讯排版的技巧 把它们进一步的优化 分配排版 变成像是这个样子 如此是不是更加渐明易懂了呢 最后针对整体的质感的部分 可是可以参考前面 如何打造简报质感 的影片中所建议的 针对投影片的配色 自行与形状等各个项目进行调整 比方说你想要让这张投影片 整体的风格呈现如这张图般 深底色配上金币辉煌的 圆环的视觉效果的话 那么以简报软体来说 我们就可以应用明体字 搭配金色的间层配色 以及圆环的视觉元素辅助 像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将 只有文字的简报图像化的任务啦 虽然在这张投影片中呢 没有用上任何一张图片或是icon 但是透过聚焦在适合投影片 呈现的关键文字 以及字体配色跟形状的搭配 是不是也达成了某种程度 视觉化的效果 看起来既有质感又有重点呢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主题啊 透过让投影片的画面 以及讲者口语表达两者的内容 搭配成互补品 就可以让原本满是文字的简报 实现图像化的呈现 最后相信不少朋友一定还有一问 想知道在一大段文字中 该如何判断哪些关键字 适合取出来当作图像使用呢 如果要把文字当作图像使用的话 有哪些设计细节需要考虑呢 以上的问题啊 如果你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就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即将 在2月9号星期二 晚上8点到8点半的 YouTube精彩直播 这场直播课 是我们2021年的全新企划 精准简报个案实战研讨 的免费试看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在2月9号晚上8点 准时点选下方说明的参加试看课连结 就可以参加这场直播 追踪后续的精彩内容 怕错过的朋友 马上点选加入形势力的连结 把活动资讯加到自己的形势力中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分享 我们2月9号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